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六名柳白 实力人性级别 南进剑阁阁主 戏陵五大客卿之一 初十即剑滔滔黄河 念力当势最强 被称为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 因为常年霸占天书日字榜眷手 因此也被称为世间第一强者 柳白早年间在大河边 悟大合剑 练剑三日 深周八千方位便无一遗漏 暴雨不能占一 号称手段当势最强 后在南进创建剑阁 是修行世界里 仅次于四大不可知之地的存在 曾以弱胜强战胜南海剑神 从此名声大噪 号称剑圣 为磨练剑意 亲自挑战浩天道门天才李青山 结果遭到颜色的中途拦截 东海长地一战 柳白纵剑万里削掉颜色袖子 而他则被颜色的凸笔服役 扫去半截眉毛 从此柳白武德 纵剑万里不及身前一尺的道理 柳白曾说过 自己这套纵剑万里不及身前一尺的灵感 来源于柯浩然 但这个理念却是被柳白发扬光大的 烂科四之战 李漫漫无惧到柳白身前 柳白对李漫漫说道 我身前一尺是我的世界 即便是灌主和讲经手作 也不敢站在这里 柳白作为千年第一修道天才 在很早以前就可以破五镜 是世间所有知命里面 距离破五镜最近的人 但他却一直以间隔牙洞 把自己的境界气势压制在知命境巅峰 因为他隐约察觉到一些可怕的真相 宁缺在书院登山室之前 于连曾告诉过他 如果愿意放弃登山室 他可以给宁缺介绍一位 不亚于剑圣柳白的师傅 而这个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 于连对破五镜之人曾有过一段评价 大概意思就是破五镜之人 因为掌握了某些规则所以强大 但那些没破五镜的人未必就不强大 比如自己虽然已经鱼过五镜 但未必就比世间第一强者柳白更强 柳白在将近世界中都留下过哪些传说 在修行界尤其是剑道的历史上 柳白是一个无法忘记的名字 因为他是第一个把近战提到绝对高位置上的大剑师 以往修行界的剑师一直讲究飞剑欲剑 直到柳白横空出世 以身前一尺之剑举世无敌 才让所有的剑师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 这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柳白的一生可以总结为 三次借剑与五大遗憾 三次借剑第一次是借剑叶红鱼 助其从洞玄境重回知命境 斩杀西陵前任裁决大神官 报弟弟柳亦青双目被毁之仇 第二次是借剑夫子 荒原之战 夫子面对黄金巨龙与光明神将 夫子从万里之外借走柳白的人间之剑 然后一剑裁天 一剑诸神 一剑屠龙 从此时间再也没人有资格使用这把剑 即便是柳白也不行 因为他有幸被夫子使用过 柳白一生从不敬人 更不畏人 为俯首拜夫子 第三次借草小树藏剑于身 书院灭西陵之战前 草小树向柳白借剑 柳白将一道大和剑翼藏于草小树体内 后驻书院斩杀无惧境界的九徒 可以说柳白每一次借剑都在改写着江业历史的进程 此外柳白还有五大遗憾 分别是恨不能与柯浩然对剑 恨不能与连生对影 恨不能生于千年之前 与光明 战于荒原 与夫子同时代 清霞之战 柳白以西陵克青的身份大战军末 战前 柳白对胜负之术说道 若是平日 你与我战 有败无胜 这两日你剑斩千骑血气健忘 胜负之术 当为九一 如今你又圣耶稣 剑以通达至极 当为 把二 最后军末小宇宙爆发 凭借钢铁男人的意志 在一尺之外重创了柳白 此战之后 柳白在剑道一图 又有重大领悟 实力更上一层了 为什么说 战天的柳白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和很多角色不同的是 柳白的实力在书中一直是稳步提升 此前的不敢破五镜 青霞与军末一战后 柳白受重创 返回剑阁闭关修炼 他从此战中寻得一丝契机 不仅摇好了身体上的伤 还与人间之剑形成共鸣 修成了人剑合一的最高境界 此刻他可以遇剑千里 也能瞬息千里 因为他就是剑 剑就是他 此时他不懈破镜 唐山光铭记 柳白进入神殿 剑指浩天 浩天疑惑柳白为何能提前这么强大 对此柳白答道 青霞之前 观君莫耶稣一见 君不见 无知黄河便不见 有所悟 李漫漫托人给我带了一道气息 那是书院对人间的看法 有所悟 入林康城 见耶稣于漏相传道 有所悟 最终少女热血临见 如醍醐灌顶 终悟之 此刻他无所谓破不破五镜 若五镜之上有门槛 斩尽之 便是无量 亦能斩 柳白战天前 唐曾问老师于莲 柳白真的比九徒还强吗 对此于莲说道 现在柳白的眼里 早就没有了九徒 他已经不是世间第一强者 而是人间第一强者 书院七十节 也对柳白的实力产生过疑惑 对此君莫说道 柳白虽未破五镜 但比九徒屠夫更强 光明神殿内 柳白赐出了 他此生最强的一剑 以前他手里的剑 便是人间最强的剑 现在 他的人变成了一把剑 和夫子曾经用过的那把人间之剑 合而为一 这是修行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光明神殿里 一朝对视 天人便不再相隔 浩天有些疑惑 他为何不等自己最强大的那一刻再来 对此柳白回答道 放眼世间 灌煮沸 李漫漫不善战 九徒屠夫 有境界 却无心 不过烂肉两块 我见到大成 与人间全无敌 你来到了人间 我怎能不来见 正所谓皮肤汉术谈何意 答 我于人间全无敌 不与天战 与谁战 未完待续